经过两天低温寒冷 18号星期一大陆冷气团是减弱了 各个地方的气温是回升 天气变稳定 不过19号星期二又有一波强烈 大陆冷气团要在南下 预计会一直持续影响到星期五 最低温预计星期四或星期五 花冬地区下探13到15度 要一直到周末下期才会回温 预计水气会增加 民众出门要注意保暖 会别周末两天的低温寒冷 18号周一上半日总算回温 不过好天气稍重极势 19日又有一波强烈的大陆冷气团在南下 周二水气增多 白天还算温暖 周三气温预计将开始溜滑梯 越晚越冷 气温明显较周二下降 在18号这一天到19号这一天的中午 大概天气是最好的一个情形 大概就是一些阴啊 多云的一个天气 然后到19号开始下半天 开始封面就下来了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20 21 22 整个温度都降得蛮低的 我们可以看到在21号的时候 我们的高温到16度而已 然后低温可能会降到13度 然后如果在空旷的地方 如果晚上又是一个比较空旷的 那个又云又比较少的时候 浮射冷却可能更温度更低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21 22的时候 温度相对来说都是比较低的一个情形 所以我们温度要比较回升的时候 大概要到23 24这一波 另外一波的强烈冷气团的温度减弱的时候 温度才会可能有自己上升 所以这一周可能就是注意一点 就是保暖 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周的天气 其实在低温的地方 16 13 14 16 17 其实早晚温度都蛮低的 所以尤其我们刚才看到压力梯度 风可能比较大 所以你如果早晚骑摩托车的时候 你可能要适时添加衣物 然后你可能骑摩托车的时候 还是要注意一下 有可能会有比较强的一些风的情形 周四周五各地风强 感受寒冷 花冬地温预计下探13度 最冷时间点预估在周四晚到周五清晨 而周末两天冷气团逐渐减弱 不过整体温度回升有限 感受还是偏冷 提醒有邀庆祝圣诞节的民众要做好保暖 记者讲方言华联士报导